欢迎来到桑吉巴尔跳伞中心 跳伞中心所有成员很高兴带您进入一个无与伦比的跳伞世界 很快我们将与您一起在桑吉巴尔美丽的天空中享受一趟终生难忘的跳伞体验 您选择的双人跳伞也就是Tandant Skydive 是跳伞运动中最棒也是最安全的跳伞体验方式 双人跳伞意味着整个过程您将和我们经验丰富的教练共同完成 他们将准备您所需要的所有设备并佩戴降落伞系统 您将使用专门设计和制造的降落伞安全带 我们的教练经验丰富 他们都是由世界领先的跳伞运动权威机构 美国降落伞协会认证的双人跳伞教练 我们使用的设备是由美国联合降落伞技术公司制造的专业串联降落伞系统 被公认为世界上最好的串联降落伞系统制造商 我们的航班运营 机组人员和飞机 均受到坎桑尼亚民航局的严格监管 有了以上这些规定和经验 跳伞实际上会是一个非常安全的项目 然而在跳伞过程中 有以下注意事项需要您了解 并协助您的教练 以使您的体验尽可能的安全舒适和愉悦 这段短片旨在让您做好准备 迎接这一生难忘的刺激体验 当您到达我们的跳伞中心时 我们出色的团队将会迎接您 他们将与您坐下来并完成一些简单的文书工作 一切完成后 教练将协助您做好各项准备 请您清空口袋脱掉所有的松散主宝饰品 您可以放心将个人物品存放在我们的办公室 现在我们将开始为您穿上装备 但穿上装备后您将无法去洗手间 如果您需要去洗手间 现在就是最佳时间 首先您将穿上双人学徒降落伞安全带 这个安全带与教练佩戴的安全带十分相似 它需要贴合您的身体 但又不能太紧 此时有些肩带可能看起来有些松 但不用担心 我们这样做是为了您的舒适 因为距离您登机还有大概20分钟时间 更重要的是 一旦教练将安全带安装到您的身上 就不要对它进行任何更改和调整 您将还会被给予一副跳伞顾目镜 只需将它们戴在头上 将它们挂在脖子上即可 如果您需要戴眼镜 没关系 只需让您的教练知道 我们将会为您准备 可以戴在眼镜上的特殊顾目镜 现在是整理头发的时间 如果您留有长发 请将头发扎成马尾辫或发际 这样在跳伞过程中 就不会妨碍教练 请注意 一旦戴上安全带 就不能吃任何食物或抽烟 因为这可能会损坏降落伞安全带 跳伞过程中 您可以选择穿鞋 或者赤脚也可以 如果您穿鞋子 请系紧鞋带 没有鞋带的鞋子 可能会在跳伞过程中掉落 双人降落伞系统装备 已提前放置在 带您前往机场的车内 该降落伞系统 专为容纳两人而设计 它由两个降落伞组成 主降落伞和备用降落伞 降落伞系统中 还有我们所说的 自动激活装置 这是降落伞系统中内置的另一种安全措施 如果教练无法启动降落伞 备用降落伞将自动启动 如果您有家人或朋友来观看您的跳伞 您可以告诉他们 您将在大约20分钟后进行跳伞 并告诉他们降落区域 他们可以去海滩上指定降落地区 等待看您降落 现在您已经准备好 即将出发 我们使用的机场距离办公室 大约10分钟车程 因此您将与教练一起上车 一边享受音乐 一边平缓心情 期待接下来的刺激体验 当您到达机场时 您的教练从车上取下降落伞系统 并与您一起走向飞机 请务必留在教练旁边 切勿在没有教练的情况下 走向登机区或接近飞机 在您登机之前 您的教练会拍摄您的登机视频 请按照他的指示进行 记得向屏幕打招呼 竖起您的大拇指 此时教练将穿上降落伞 并对您的降落伞安全带 进行最后一次安全检查 他们会在您登机之前 完全拉紧所有肩带 您可以看到 我们专门为跳伞改装了飞机 我们移除了所有座位 因此您和教练将坐在机舱地板上 您的教练将首先进入飞机 当他们告诉您进入时 请小心不要撞到头 或让飞机的任何部分 勾住您佩戴的安全带 您应该像这样 坐在教练前面的地板上 坐在他的双腿之间 您将通过四个连接点 连接到双人降落伞系统 前两个连接点 是两个宽部连接器 一个在左侧 一个在右侧 这里会需要非常紧 请保持放松并静止 教练将协助您紧密地做好连接 您的教练可能会要求您 短暂地坐在他们的腿上 以协助完成该过程 但如果不需要 他们会在您坐在地板上的时候进行 一旦两个宽部连接器连接 并完全拧紧 教练将继续连接 位于您肩膀上的最后两个连接点 从而完成整个准备工作 如果需要进行任何最终调整 教练可能会稍微收紧肩带 但这是情况而定 此时您仍然不需要佩戴 跳伞护目镜 只需将它们挂在脖子上即可 您的教练会在跳伞前告诉您 何时应佩戴它们 但在飞机飞行过程中 您无需佩戴 所有四个连接点均已正确固定 并且您的教练已完成所有最终调整 您与教练已经完全连接 现在您将准备起飞 飞行员将启动发动机 渐渐远离跑道 飞向天空 飞行到一万英尺的高度 大约需要十五分钟 趁这段时间 您可欣赏桑吉巴尔海岸线令人惊叹的美景 这段时间 教练会继续录像和拍照 所以您一定要保持微笑 当您在跳伞前大约三分钟时 您的教练会最后一次提醒您需要注意的一切 然后告诉您戴上跳伞护目镜 拿起护目镜并将其戴在眼睛上 将松紧带舒适地固定在耳朵上方 若护目镜比较松 您可以拉动前面的松紧带将其收紧 拉紧护目镜后 两侧都会有一些额外的松紧带伸出 最好将伸出的松紧带收起来 这样它就不会打到牛的脸 而影响跳伞体验 现在是跳伞前做最后准备的时候了 请将双手放到双人跳伞安全带上 并将肘部紧贴身体 当飞机处于适合跳伞的最佳位置时 飞行员会通知您的教练准备出发 此时您的教练会告诉您将双脚放在机舱外 然后他会将您移动到准备跳跃的位置 您的教练将继续坐在机舱内 而您与他紧密相连 在机舱外 您现在必须处于最佳的飞机出口位置 准备跳跃 请您将身体弯曲成香蕉形状 宽部向前 头靠在教练的右肩上 双腿向后推到飞机下方 您的双手应紧握住降落伞安全带的签带 肘部应保持紧贴身体 然后在您与教练保持紧密连接的情况下 教练将跳下飞机 撬伞正式开始 三到五秒后 教练会清晰而准确地 拍您的肩膀三下 这是提醒您 从最佳飞机跳跃姿势 转换为最佳跳伞姿势 此时您需要松开 紧握在肩带上的双手 并将其置于如图所示的 完美的跳伞姿势 在您整个跳伞过程中 双手都应该保持这个姿势 同时您应该保持相交姿势 头向上 宽部向前 双腿向后 并置于教练的双腿之间 到了指定时间 教练将打开降落伞 降落伞需要五到十秒 才能完全打开并开始飞行 一旦降落伞打开并开始飞行 您就可以放松整个身体 如果您希望获得更好的视野 您可以摘下跳伞护目镜 当教练将降落伞飞向着陆区 期间 他将继续用手腕上的相机 进行录像和拍照 飞行过程中 您的教练将对您的跳伞安全带 进行一些小调整 让您更加舒适 在此过程中您可能会感觉到 它轻微移动并且有一些带子松开 请别担心这完全是正常的 跳伞体验的最后一部分是着陆 对于着陆 您的教练将需要您的帮助 以确保着陆平稳安全 在您回到地面前的几秒钟 您的教练会对您说 Legs up 当您听到这些话时 您应该将脚和腿高高抬起 着陆有两种方法 所选择的方法将根据着陆时 风力的强度而定 A计划是保持坐姿的软着陆 这意味着您身体唯一接触 地面的部分是臀部 然而如果风况允许站立着陆 您的教练会在您着陆时说 Stand up 若听到教练指示 请放下双肘 并将脚踩在地上 落地时站起来 您的跳伞已经完成了 恭喜您 您现在是一名跳伞运动员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